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不同意见 是吧 我不得不承认长城炮的越野实力很强 但是就在我今天脚底下这个懒拓者 他也是不差的 这样吧 我给你找个举声机 我告诉我告诉你 我这个底气在于哪里 你别的不说 我不相信 你不信没用 咱走着 走 这个两台车摆在这里近乎是一个照镜子的状态 我们先看看这台懒拓者 它这个涉水喉是采用一个正面左置的这种状态 在高速的时候它相当于是一个营方 相当于是一个增压 但是这面 比如说你跑的灰尘特别大的地方 你的这个空率换的更早一些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长城炮 它采用的是一个下溪式的 这种对于灰尘的过滤更好 我们再往发动机舱看一下 整个这两台发动机舱 这个电瓶在左 那个电瓶在右 但是它们两个的中冷器的布局是不同的 那懒拓者采用了一个水冷式的中冷器 那水冷式的中冷器 现在很多家用车 包括性能车都采用了这种设计 优点是什么 它可以保证你的进气温度恒定 这个它不受于季节和海拔等等因素影响 然后我们再聊聊这个长城炮 它采用的传统式的风冷式中冷 就是它这个中冷器的两个压叉 直接影响了它的进气散热 进气的温度会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动力表现 那么OK 我们直接升起来这两台车看看底盘部分 我们把这个懒拓者升起来之后 这个脱车钩就不用说了 这个东西的棒数给大家打个表格放里边 然后这面大家能看到很大的一个大护板 这个护板的材质也不是钢的 也不是这种都心钢吧 然后这面该有这种双叉臂的结构 大家也能看到这个车用料还是很磁细的 挺粗壮的 然后这台车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这个半轴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做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 一会跟那个传统帅大家进行对比 就是它的半轴的角度现在是下跳行程 已经达到一个下肢点了 所以说这个半轴角度我感觉这个车身身高 会受到限制 整个的护板是分这三段的啊 前面一段然后中间复制架一段 然后再到这边车这一段 它把整个备动箱以及分动箱完全进行包裹的 而传动轴呢包括这一面就显得稍微的有一点空旷一些 然后再往后看这边的油箱很可惜没有护板 它整个的传动轴角度到整个后桥 然后这种该有的多连杆的结构很粗壮 这种皮卡造型后边的悬架的上下形成 其实要远远比前悬架要更大的 我们看看这个长城炮的底下 首先它说就是这两个大拖车钩是从整个凉头啊 往下延伸多出来的两块看着也是十分的粗壮 另外我们再看看整个前旋架的这个半轴的位置 这台车已经是一个空载的状态下了 所以说它的这个半轴跟这个整个的球龙 还是尽可能的保持一个平行的状态 这台车的护板大家也能看到 从前段还是这种三段式的 这个磁铁能吸收啊 这个不是钢板啊就是什么镀芯板 而且整个材质还是很厚的啊 然后我们再往后看整个的这种护板 是把这个弹箱啊以及上分动箱全部包裹上的 这两台车几乎于99的一样 这车底盘咱也是看完了 俩车啊差距不大 所以说这个东西要有底气你敢走的 这车其实也没有问题的 哎等等等等 它账单数据终究是账单数据 就好比呢健身教练和拳击手 对吧到底谁能不能打 咱们还得试桌子试桌子露出来 走一走你敢不敢 哎天苍苍野茫茫 怕你我就不姓王啊 兄弟虚拟 哎不说走走走走走哦 哎这真是的 什么是硬派的象征 非承载式车身有大梁 而且有差速所提升脱困能力 两个车的外观呢很直观的摆在这里了 都有涉水喉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揽头者是800毫米 越野炮是700毫米 理论上涉水淹没过方向盘都是可以行驶的 但是考虑到内饰以及车内的电子元气件 所以不建议大家去尝试 两款车都配备了AT的轮胎 揽头者是配备了加通的AT70系列 而越野炮采用的是顾伯的AT3系列的轮胎 揽头者搭载的是由伯格华纳提供的TOD的44区 两款车都是有采爱福的8AT的变速箱 另外懒拓者的尾门可以进行两段式的开启 同级中的皮卡只有懒拓者采用了这样的设计 在越野之前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聊聊 懒拓者的城市驾驶部分 那首先来说就是你坐到车内看整个内饰啊 设计是比较简洁的很像一台城市型的SUV 然后这台车开起来令我满意的就是它的动力部分 整体的动力响应是挺快的 涡轮基本上感觉不到它的迟滞 这一点归功于西阿凡以及上水中冷比较短的管路 让它的动力响应可以做到很快 另外就是它的座椅的包裹性 长途驾驶时你会感觉这个座椅真的很舒服 聊聊优点再聊聊我个人感觉 这台车有待提升的方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台车A柱上主价位它是没有把手的 你在上车的时候好家伙 样板你拽着方向盘啊 样板你踩着脚它就很不方便 A柱是有个把手显然更方便一些 这个车是没有换挡拨片的 你在越野情况下或者需要增减挡的话 这个有拨片相对来说要更方便一些 还有就是这个车只有一个定速巡航功能 不过它有一个车道偏离一景 我真想听听杨哥对于越野炮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首先啊咱们拿到这台车之后呢 行驶在公路上你能够明显感觉到它是有视野盲区的 但是不太影响驾驶 然后呢对于这台车呢毕竟是一个硬桥硬马的越野车 它的转向区位是有的而且呢比较明显 但是也不影响你的整条驾驶 MH呢这块不得不提一下毕竟它有抖 对于风噪呢肯定是有影响的 但是噪音不会太影响你一个正常行驶 车内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 包括它的一个座椅舒适性啊还是能给到了你 当然呢这台车啊不要试图把它当成一个跑车开 毕竟2.0T的机子扭矩给你 但是呢马力并没有那么大 越野呢肯定没有问题毕竟三马锁在那儿嘛 咱们一会儿呢到达那个地方之后呢 咱们把车开进一个越野场地去试一下这台车 通过行动到底如何 不过对于后台那台车我觉得咱们也看一眼 怎么样这条路 干不干走 刚才进来的那一块 就那几个交叉柔一般程式行驶SUV就扔那儿 你要说硬过呀 那钱干啥绝对累下来 你看这大石头 你别的不说呢 咱们AT胎涉水喉还是硬敲硬马 我这有三把锁可是 你敢不敢走前头 还是一个那么深的涉水 涉水呢没问题 是泥都行 但是给你带换洗衣服没 我跟你背着搓脑巾呢 你要觉得行 咱俩就过去看看 拖着什么带了吧 没问题 对你这个不是有拖着够吗 好嘞 俗话说快走沙慢走水啊 跟着我的车车走 咱们车锯拉大一点 没事你先走 你万一陷了 我能给你拽出来 我这个是有脚盘的 你那没脚盘 你看这水都推多高呢 慢点啊 我希望啊 在后头 你还一直这么自信 那咱们来一个交叉轴啊 可能会形成 因为前面有一个大坑 咱们试一下 但是你这个街区脚啊 还有几个里面剑脚 没我优秀吧 大哥 哪个架子能看 这俩车真的是大岔不岔 你能肉眼很直弯的话呢 这东西看手法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就来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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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啊 我先换到越野模式 还是auto 自动的状态 不挂D4 但是我把后桥锁锁上 哎哎哎哎 还可以啊 大哥走啊 行会行会 这么久了 腰也受不了啊 其实我有一个疑问 我问问你 这个四十四区 现在就这么厉害了吗 你不能把它跟十多年前的 这种四十四区比 就是城市型SUV 这玩跟那个东西完全两码事 这个就是直接动力传到给后轴 而前轴上那两个是多片离合 是可以激情完全锁死的状态 后边还有这种牙线锁 其实我觉得这小玩意儿真的还不错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用锁没有 用了 用了 还是不行 这样 前头呢 还有段距离 但是比刚才咱们走的路呢 还要凶险 你敢不敢再跟我走 不是你就告诉我多远 我主要是中文学范 我这有点顶路 走就完了 你车上零食没 这你车 哎呀 好 好 那么接下来前头的路可能更凶险了 全都是巨石路啊 有信心吗 你就看着来就行了 刚才那会儿能过 我觉得前面应该更没问题 这石头太大了 不过还好 这左边稍微垫了一下 天哪 这石头太刺激了 好 现在大家看一下左后轮的这个悬挂的行程 非常非常大 我一个小臂的距离 来我们往前看 整个车辆现在是处于一个平面的状态 而前悬挂的位置呢 好像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来我们跟着我这区往右看 为什么我总要强调悬挂与井的这些东西 前面也没什么问题啊 我们看这车的后背 对 这里大家看一下 已经压到极限了 对 就是悬挂的结构 直接影响了悬挂的极限 别说什么舒适不舒适 那玩是解针器 那是调教的东西 这个东西取决于极限好吗 这两台车穿越过来 这台车真的让我感觉到很惊艳 尤其是在它前脚上那种电锢 接触得非常快 没有什么打滑的状态 然后这两台车在这种环境下我认为是不相伯仲的 你搭我体验了一番 就这也能过的 这也能过 这也能过的 这个四十四驱确实跟分十四驱不相伯仲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 确实现在一代比一代更强更有进步 确实更适合一些小白去越野走个烂路 确实没有问题 你让我来去长途穿越的时候 让我选的话 我可能真的选这个东西 其实真的一开始穿越的时候 我很担心会出现问题 对 因为你比我少两把锁 但是我走了一半的时候 我发现毫无压力 就比如说咱们上一个交加轴 上一个接近角的时候 完全轻轻松松的都通过了 没有听到你这个身踩油门发动机 给一个 咆哮的那种 对大的咆哮声 该说不说这动力来的真的是很快 但是不突兀 没想到它整体的表现能做得很好 然后这个作为一个行业中 也算标杆级的一个场户了 也是没让大家失望 确实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咱们别的不说 其实越野你最好有一个好身板 有一个好腰 那么刚才说了 我走的路你也能走 对 今天这个晚饭我安排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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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